大家好,我是沈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方,可以大补一身的阳气,温散寒湿,把你的脏腑关节筋骨里的寒湿之气都赶出去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手脚冰凉,怎么也暖不热,还总是肚子冷疼,不敢吃凉的 腰腿关节也是又冷又疼,明明穿了很厚的衣服,还是觉得挡不住风,凉嗖嗖的往腰上膝关节里灌风 天气越冷越遭罪,这些情况一般都是因为我们身上的阳气虚弱了 不能抵抗外界的寒气,所以导致寒气侵袭我们的脏腑关节 同时阳气虚弱还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内生水湿,就像不见太阳的山洞 里面总是有很多水坑,而且散发着阴冷潮湿的气息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温补我们的阳气,还要散寒除湿,内外兼顾,标本同质 才能尽快的斩断病根 今天沈医生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就可以温补一身阳气 来达到一个温寒散湿的效果 这个方子的名字看起来比较夸张,叫做救生汤 其实在现代医学还没有萌芽的古代,对于阳气不足导致的气血不通 确实需要这个方子来救生 救生汤用到的药物分别是当归、穿雄、牛膝、桂枝、干姜和人参 我们先来说肝姜、桂枝和人参,肝姜可以温中散寒、回阳通脉 对于我们胃腕部的冷疼,还有因为寒邪趋极导致的经脉气血不通 都有很好的作用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结表散寒 在把寒时赶出体外的同时,还可以让气血的流通更畅通 人参有可以大补一身元气,有温阳、有补气、有散寒 共同作用起到温补阳气、散寒除湿的作用 然后是川雄 川雄这味药善于走串,可以行气活血 所以对全身的气血不通,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牛膝可以活血通经 而且可以引药下行 比如我们下半身出现了寒时焦重的情况 膝盖冷疼 牛膝就可以把干姜、温阳、散寒的药性 引到我们的身体下部 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起作用 最后还有一位当归 可以和人参一起气血同补 还可以补护我们的阴血 防止温散的药物伤害我们身体本身的阴液 救生汤这个方子有温阳散寒的药物 同时又添加了一些走串引导的药物 让方子的药性可以到达全身各处 内道脏腑外道关节 因为用药精简配物得当 所以现在的很多医生都会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 在这个方子原本的药物上加减一些药物 来更适合每个人不同的体质 比如关节寒湿比较严重的 可以添加散寒除湿的毒活 阳气比较虚弱的 还可以添加黄芪这类温补阳气的药物 总之要在辩证的基础上用药 可以在医生的辩证指导下使用 以免伤害身体